身為環保公益組織的骨幹成員 小可和小玲正在做一些關於環保的宣傳單張 小玲,你看看 講到環保,我就想起全部都是垃圾河流 現在很多人都很喜歡亂丟垃圾在河裡 所以全部都是污水和膠外膠 其實塑膠污染都是人類造成的 例如濫用太多無必要的包裝 大量生產一次性的餐具等等 這些行為都會產生很多塑膠廢物 上次塗資料有太多 據2018年的數據顯示 澳湖每天人分產生2.16公斤固體廢物 其中23%是塑膠廢物 政府更加在2019年11月18日 實施交流徵費和2021年1月1日 禁止進口和轉運一次性發佈交易餐具 以後的環保好 但效果也不太理想 聽說呢 澳門北區的河流都發臭了 以前還很清澈的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們要盡快找到解決的方法 否則海洋就會繼續受到破壞 令到更多無古的生物死亡 不如我們去想方法去解決吧 所以你們是否想了解解決塑膠污染的途徑 去更好宣傳環保 說到這個 就不得不提近年的新科技 生物塑膠了 我們經常聽到的PLA PHA PBS等等都是生物塑膠 而生物塑膠主要分為兩類 生物可分解塑膠 和生物基塑膠 先說說生物可分解塑膠 顧名思義 這種塑膠就是可以被環境微生物快速分解 而且分解後的殘留物 亦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現在就已經應用在商品包裝 塑料袋 飲館等等的地方 你們看看 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個飲館我在拿茶碟見過 而生物基塑膠就是用澱粉 纖維 蛋白質等等的生物材料 因為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的 所以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可在生性和對環境友好 目前的應用範疇主要有 塑膠零件、汽車零組件、飲料瓶等等 近年,世界上很多國家 亦對這兩種塑膠做了不少的實驗 最近當然出現了兩種生物塑膠的結合體 含生肌的生物可分解塑膠 這種材質是用生物材料製造的可分解塑膠 所以它結合了前兩種材料的優點 不單止對生態友好 而且可以快速地分解 這種材料這麼好 怎麼到現在都沒有推廣起來 因為成本的問題 生物塑膠相對傳統的塑膠來說 是會貴少少的 不過現在各國都有在研究相關的內容 努力地找到一個平衡點 當然環保最重要的 都是不要過動使用某一件事 即使知道自己用的塑膠可以更快地降解 都不應該隨便浪費 我相信 生物塑膠一定可以對環保做出很大的貢獻 令到海洋和陸地重新變回乾淨 哈哈 你們畢業之後可以選擇投身研究生物塑膠 用你們在環保公益組織的所學所聞 以及自己努力實現這個想法 博士 多謝你 我們今天理解了很多新知識 時間都不早了 我們不再打擾你 那下次見 拜拜 小海 未來是否想打造了科研 是啊 看起來好像紅油槍一樣 咦 這裡是哪裡 咦 你是哪位 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在研究所那裡 我是 咦 現在是2014年 是啊 現在是2014年 咦 你生得都幾次小可 不過可惜他去了國外研究所 進行環保的科研項目 現在一年都見不到他幾次 咦 我在小可 好啊 你 不可以放肆 你認識我 是啊 是啊 我好像從2022年 穿越到現在的2014年 小可 你對環保的貢獻都幾大 不信 你跟我來 未來已經可以信義了 你看這片水域 是不是很清澈啊 是啊 那有什麼問題啊 以前這裡不是這樣的 嘩 好邋遢啊 當時你和小令畢業之後 組織大家打鬧蠔流的廢物 清理沙灘的垃圾 宣傳環保理念 還積極地研究生物索料的技術 現在大家都用上了這些環保的索料 蠔流就變得乾淨了 就連澳門堆填區的垃圾量 都比20年前少了很多 民眾的環保意識都加強了很多 現在你研發的生物塑膠 PMSC 在特定的情況下 一天就可以自行溶解了 各個政府都打算推廣這種材料 你看看 已經應用到飾品上面了 未來的我真的很厲害 是啊 你和小令 現在是全球頂尖的研究人員 小可 小可 誰叫我啊 誰叫我啊 你幹什麼啦 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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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醒了 我 我發生了什麼事 你剛剛暈了 還昏迷了大半天 真的嚇死我了 小令 我跟你說 我剛剛穿越了 我看到 河流的垃圾都沒有了 還有 生物塑膠的應用都廣泛了 你是不是發旺人料可能穿越呢 嗯 都有可能的嘛 無論怎樣 我都會繼續研究生物塑膠 盡早實驗夢裡面的場景 令到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塑膠 好啊 那我們一起努力